为什么,为什么,十万个为什么,猪爸爸,和佩琪,我们叫你,为什么人体左右不对称? 有一天,佩琪发现自己的左右手不一样长,佩琪伤心地哭了出来,爸爸,怎么了? 怎么了,佩琪,为什么我的左右手长得不一样长呀? 哈哈哈哈,佩琪,没事的,从人的外表上来看,身体,五官到四肢,都具有完美的对称性,比如说,我们都有一双手,两只眼睛,一对耳朵,但是你仔细看的话,你会发现大部分人的右手比左手要长。 一个眼睛是单眼皮,一个眼睛是双眼皮,眉毛一高,一低,久窝,一边有,一边没有,这些都是正常的不对称现象哦。 内脏器官也是不对称的,我们的心脏偏左,肝脏偏右,我们的左支器官又细又长,走向比较平反,而右支器官呢,又短又粗,走向比较垂直。 爸爸,那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吗? 当然咯,如果出现不正常的对称现象,很可能就是生病了,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观察哟。 小朋友们,为什么人的身体不对称,你们知道了吗?